嗚 打棒了一天的咖哩人 花东新村长老带领众人 祭拜祖林众神 希望这一次耕作能够丰收 花东新村表示 这一次是利用自然农法 跟阿美族传统的耕作方式 希望能够教导族人还有民众 进一步认识原乡文化 像我们工地动工 动工的时候都要有这种意思 我们这个动地也是一样的道理 要祈福让我们的祖林能够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播种 我们所种的农种物 因为来到都市生活 找不到适合的地方耕作 这一群花东新村的原住民 许久不曾下田 而透过亚洲大学 跟地方文史团体的协助 在林森路附近找到这一块四分地 因此播种了当天 有不少人是特地赶来一起参与 现在已经进行快两个月 我们每一个锄头 每一个挖掘都是用心在处理的 我们也发觉地的感动 在我们心里的发酵 我们也希望能够用他们原先的作物 来做一个耕作 那其实这个都是面临到 现在所谓的种子的一些危机 那透过他们自己的原来的 食物的种子来做耕作 保存他们的传统的文化 有人负责饮水 也有人是用锄头整理田地 大家用最实际的方式 倾尽这块土地 而这一次收成的小米 会制成小米酒 在今年的丰年季前 跟大家一起欣丰收 记住在来说风 台中采访不到